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过去的一两年里H1B申请要补充材料通知比原来要多一些 这个往往集中在几方面 有的是要证明申请人所在的公司有足够的财力来支付工资 有的是要证明工资水平符合要求 还有呢更常见的一些是说呢要证明这个工作是专业性的工作 需要本科以上的学历 对很多申请人来说这是一目了然的 那肯定这是一个专业工作啦 毕业以后来做的 但是呢移民局不接受这样的直观的论断 那你需要论证 你需要有证据 那我们下面来看一下呢 在面对补充材料的通知呢 我们是怎样回复得到批准的 这个第一个例子呢 这个申请人呢是一位科研人员 他在一个新成立的公司做研究工作 那么这个公司呢是前两年刚刚成立 原来是依托学校的 现在算是一个高科技的生物公司 像这样的情况呢也比较普遍 那么这个公司呢一共不到十个雇员 那么申请人呢在拿到博士学位以后 在这家小公司做科研工作 那我们知道呢像这种情况 它有可能也符合欧万的要求 但是呢出于各种考虑 这位申请人呢他选择提交一串币申请 拿到了名额抽签抽中了 过后呢移民局要求补充说 这一家小公司要证明呢 还有足够的专业工作来给申请人做 这个呢我们看到这里有一点点细微的差别 申请人这个职位是专业性的职位 这是一种要求 那么公司有足够的专业工作给申请人做 这是另外一个要求啊 这两者呢回复的时候 侧重点要有一些区别 在这里呢我们知道这个工作是在一个小公司 那么他们呢目前还没有盈利 那么怎么来证明这个公司有足够的工作呢 这个和公司的财务状况有一些接近的地方和这方面的要求接近 一般来说如果公司有足够的营业额 当然可以用来表明 如果说营业额还没有那么多怎么办呢 那有的公司已经有相当的资产 有来自投资人的投资 这些也可以起到帮助作用 那具体的这个回复中呢 我们讲到公司呢虽然小但是已经得到了来自NIH的资金支持 除了申请人以外呢 还有其他专职的科研人员做工作 有两位科研人员 另外呢还有一两位管理人员 做的这个工作呢是科研实验 涉及到现在很热门的基因编辑的工作 那么我们提供了公司的组织架构图 虽然人不多 但是呢分成不同的级别 有不同的专长 还提供了这个公司下一步的经营计划 提供了办公室的照片 然后对于公司的财务状况呢 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资产啊 投资啊 基金的信息 那么在提供这些信息以后呢 申请得到了批准 接下来呢 申请的可能也比较常见的这个情况 那么这个申请人呢 他是一个软件工程师 在一家小公司工作 这位申请人呢 原来他学的是电子工程啊 Electrical Engineering 这个呢和计算机工作有一点区别 我们另外也有一些其他申请人 原来是学化学工程 学其他专业的 那么作为软件工程师来申请 也都顺利取得了批准 移民局同样 提交RFE补充材料的通知 要证明这个公司有足够的专业工作 给申请人来做 那么在回复的时候呢 我们提供了公司和个人的雇佣合同 然后呢详细的讲解了申请人的工作职子 在这个职位上 他的工作呢 分成若干项 每一项占多少百分比的时间 具体是做什么样的工作 为什么这个工作就需要本科以上的学历 相应的需要什么样的技能 我们呢列表详细的说明 然后讲到了申请人的工作呢 会分配在不同的项目上 对于这些项目呢 都有公司和客户签订的合同作为证据 这个申请人呢 他有像前面提到的工程方面的硕士学位 我们还讲到了申请人从来到美国以后 一直保持了合法的身份 像这样呢 我们知道对于软件工程师 这样类别的申请 往往有比较多的要补充材料的通知 那么我们只要认真的应对 回复讲到 就是说申请人的工作 虽然包括给一些项目方 分配做的不同的项目工作 并不是完全在公司内部的 但是呢 这个只要有清晰的解释 合理的证据 也可以得到批准 接下来呢 这一个申请呢 是一个较大的公司 但是呢 他们自己提交了H1B申请 然后在遇到了要补充材料的通知以后呢 联系我们 我们在回复以后 申请得到了批准 那么这位申请人呢 他做的是原来是理工科的科研这方面的学历 那么毕业以后呢 他是在数据科学以及运营这方面担任的工作 那么提交了申请以后呢 移民局查了一下说 关于运营管理呢 这方面并没有要求 担任这样职位的人要有本科的学历 我们在回复的时候怎样来讲解呢 我们解释了这个专业工作 数据分析 包括有编程以及其他的工作职责 解释了每一项工作 要占多少百分比的时间 需要什么专业技能 另外呢 依据美国联邦的法规 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 我们还专门讲到了 为什么申请人这个职位 在四个方面都符合 要求本科以上学历的这个条件 第一条呢 是说这个职位通常需要本科以上的学历 这一点呢 可以应用来自劳工部的信息材料 有的工作呢 并没有对应的唯一的专业 比如说呢 在这个例子上 这个工作是经营管理 那么这个工作并没有必然要求说 要有本科以上的学历 那么根据其他一些证据解释呢 申请人可以来自不同的专业 并不一定是经营管理专业 但是呢 这个工作本身 虽然可以由不同专业的人来担任 但是一般呢都要求有本科以上的学历 接下来呢 下面一条是说 同行业的其他公司 对于这类职位 一般会要求本科以上的学历 这个呢 我们相应的选择了一些例子 其他公司的广告 作为类似 接下来的一条呢 是说本公司对于类似职位 一般要求本科以上的学历 那怎么来证明这个呢 比如说他本公司呢 还有其他的雇员 担任类似的职位 在公司内部 那么这些员工 他们一般也都具有本科以上的学历 在招聘的时候 也都满足了这些要求 最后一条呢 要解释这个职位本身 工作内容比较复杂 有相当高级的程度 因此需要本科以上学历的人 才能担当 那我们逐一根据以上的四条 提供了解释 并且提供了证据 在回复以后呢 这个申请也得到了批准 以上呢 这是一些例子 解释说在H1B申请 遇到要补充材料的通知 以后呢 应该怎样回复 根据我们的统计 我们的申请呢 大部分都没有遇到补充材料的通知 就直接得到了批准 这个比例呢 比移民局美国政府公布的数字 要高很多 但是呢 也有个别的申请 在RFE以后批准的 那在这里呢 我们解释了一下 一般呢 RFE可能是关于哪些方面 那么在收到了RFE以后 应当怎样组织材料 收集证据 相应的论证 来得到批准 那我们这个视频讲的是 怎样在补充材料后 获得H1B申请的批准 我们提供了一些解释和案例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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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